今次想由一個女性角度 在化妝、衣著、遊戲功能這三方面 和大家分享如何成功地玩POKEMON GO 修復小精靈 首先要做的就是塗防曬 要不然你做完一天之後 不要問人怎樣美白急救 妝容方面 一切以透薄為大原則 喂大哥 你和男性朋友去戶外保精靈的時候 用完妝你都不好意思 我特地用了防油防水的眼線 不理化這個妝 因為我用過她去做運動 都不脫色的 髮型方面 就是清爽的麻眉 而其他手手腳腳 麻煩你都塗一塗防曬 好了 到衣著方面 穿褲就基本了 而最重要的就是 穿一雙自己覺得舒服的鞋 如果不是痛到媽媽聲 你又不敢出聲 其實都挺慘的 同時你也要有幾樣小法寶跟身的 當中包括 防蚊噴目 尿袋 和紫漢仔 畢竟Pokemon Go 最大的得益者 其實是蚊 你也不想益 外形就準備好了 但內閒同時都要預備好 說到遊戲功量 上升就要用incense 再加lucky egg incense 可以吸收小精靈過來 而lucky egg 還可以double經驗值 還有 就是不停捉同一款小精靈 去找candy 去進化 cp值低 不要緊 因為你自在是經驗值 最後 你可以加入即時的Pokemon Alert 全港一有稀有的小精靈出現 就有提示 祝各位有個愉快的周末 好 好 好